大家好,我是来自缅甸上北,那是国民中学八年级,在读生,邝祖荣。 我呢,身为一个缅甸华人,虽然不是生长在中国,可我自小就接触中华文化,并且从没中断过对中文的学习,自然也就深受中华文化的熏陶,以至于我的中文比缅文还要好上不知多少。 因此,我喜欢的事物大多都与中华文化相宜,我呢,比较对中国历史上的宋朝感兴趣。 比如哲学方面,离是作为人的最高道德标准,文学方面,名人之一欧阳修,宋朝时期著名的文学家,在政治、文学、史学方面都有重要的贡献。 饮食方面也是宋朝吃货的努力而快速发展的美食,还有美学方面也产出了不少书法、作品等等。 在我看来,中国给我的总印象是经济各个方面发展的都很繁荣兴盛的一个国家。 我希望能再到中国一游,中华文化博大今生,是值得很多人去学习,去参观,去旅游的一个国家景点。 谢谢大家